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类体 下列反应中何者不能利用定容下系统内的总压变化来测量起反应速率 好,那我们刚才在范例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反应前后气体的总系数和相同的话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用气体的体积或者是压力来测定它的反应速率 好,所以这个类体我们就去看反应物跟生存物 产物它的气体、气象的总系数和是否有发生改变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总压或者是定压它的体积去测量 那这一体是因为是定容下,所以是测量它的总压变化 好,那A选项的话反应物是1,那产物的地方是2 好,所以这个是不相等,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好,那B选项反应前的气象系数和 因为这个是固项,固体并不占据它的体积 好,并不占据它气体的体积 因为我们在量侧总压的时候是量侧气体的压力 好,不是固体的压力 好,那这个是0 那反应后的话这个是固体 只有这个是气体 所以反应后的气体的总压力是1 然后系数,气体的总系数和是1 好,所以这不相等,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在C选项 这边是1,1,然后这个是2 所以1加1等于2 那,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好,再来诸选项 这边是气体,气体,气体 所以这边是1,这个是3,这是2 所以1加3不等于2 这个是可以的 再来1选项 这边是1,这边是1,这边是2 好,所以1加1等于2 好,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他问定容下不能 好,不能 所以答案选择的应该是C和1 可以的 谢谢观看